中国徐州 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工厂 你好 徐工重型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里 每天要处理来自全球三百多个销售点的订单 电脑记录显示 按照目前车间的生产效率 他们已经放弃了很多配置复杂 但订货量少的小订单 工程机械行业赚的都是威力 订单达不到一定规模企业会亏本 但放弃订单 代价就是客户流失 生产效能的天花板 在车间里更加明显 起来 起来 正在起掉的这个六吨重的弓箭叫转台 是起重机承载重力的核心 吕金波必须尽快将转台调运到下一个工序 这个转台来讲有18道工序 那每一道工序呢 都要分成5到6个工步 一个工位需要等待航车2到30分钟 这个车间每天能生产20个转台 14000平方米的车间被积压的弓箭占据了一半 低效的传统制造方式需要一次彻底革新 对董事长王民来说 这条智能生产线必须尽快建起来 没有永远的世界第一 要想在智能时代继续保持领先 他们的视野必须放得更远 因为智能制造投入是巨大的 产出的效果呢 现在有的行业能看到 有的行业还暂时看不到 但是如果是要放弃的这一点 我想恐怕它就不会有未来 这是吕金波研制出的柔性弓箭托盘 托盘上168个固定点 能准确卡住每一种转台弓箭 落 落 这样18道工序就能一气呵成 搭载弓箭托盘的智能油轨制导车 会与焊接工作站自动对接 完成智能作业 这道工序过去有人工完成 现在完全要靠机器 对接精度很难控制 这两次我们在想办法 能把它红固性控制在两个以内 搭载弓箭托盘的物流车 在进入焊接工位之前 车上两个液压轴承 会将六吨重的弓箭 举升到与焊接工位水平的位置上 能否保持弓箭绝对水平 决定焊接的质量 喜欢音乐的吕金波 从琴弦中找到设计思路 它在液压轴承的旁边 装上了可以随液压轴承拉伸的钢丝 钢丝链接的编码器 会以每秒36万次的速度 实时反馈数据 不断给液压系统发出调节指令 确保举升始终保持水平 转台在液压系统精准控制下 平稳上升 数据实时反馈 确保着水平 转台升举到位 物流车开始运动 智能物流小车 驮着六吨重的一个弓箭 相当于四辆小轿车的重量 那么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由于它的惯性非常大 要想在一个毫米以内准确停住 这个是非常难实现 突破的关键 就在这三块不到十厘米长的感应器上 它们是控制物流车的行令官 同样是铝金波 从钢琴脚踏板 能减弱和加强声音的原理中 找到的灵感 安装在物流车底的三块感应器 控制着物流车的行驶速度 当第一块感应器触发定位点后 物流车开始减速 释放惯性 第二块触发时开始刹车 第三块触发则完全停止 物流车精准到达焊接工作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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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不远处 在智能排产系统的调度下 工人们只需要按照电子标签指示 每天就能完成4000套定制服装的生产 生产效率是过去的100倍 株三角的这家工厂里 工程师们同样寻找着转型升级的智能钥匙 他们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数控机床踩机卡 这是一种数据提取工具 装上它 工厂里160个品牌200多种型号的数控机床中的数据 可以被一一提取 并被翻译成统一的语言 输入智能工厂的控制大脑 这是全球第一次实现跨越国界跨越品牌的 数控机床之间的互联互通 涵盖石化 钢铁 航空 汽车 制药 新能源等82个行业的 20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自2015年开始在全国上